《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5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836期 今天是美国传统的这个感恩节的第二天叫黑五 黑五是美国人民抢购的日子 我呢没有丝毫呢抢购或者是到市场上消费的这种心情 原因就是看到国内乌鲁木齐又发生了这个天大的人祸 人为的导致了一场大火这个火灾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亡 当然这个死亡的数字现在是官方公布的 按照民间所统计的数字远远不止 也就是动态清零啊又增添了新的血债 习近平为了动态清零他根本就不管一切人民的死活 把老百姓关到家里面也就是打着动态清零的这个口号 让各个城市呢大规模的进行封城啦什么隔离啦 尤其是莫名其妙把一个小区里面或者整栋楼全部锁起来了 而锁的这个方式非常非常野蛮 也就是除了把人家家里面门从外面贴上封条 把他这个汗死锁死之外 楼道门也把你全部锁死 这个所有的消防通道用铁门焊死大门这个外面还用铁皮呢 用大量的这些铁皮铁丝网呢把它围住 也就是把所有的人就当着像犯人一样关在家里面 那么这种封闭的方式就是导致嘛 导致了任何一个居民楼任何一个小区 不能出现一点点什么火灾啦水灾啦 就是不能出现任何自然灾害的 一旦有的话就是马上殃及尺鱼整个楼呢就是一个也别想活得出来 所以乌鲁木齐就在11月24号的晚上就发生了一个高层 发生了一个大火 这个大火呢起火的原因很多了 我们就不去分析它的原因 根据这个网络上介绍呢 说是用电不剩导致的电气失火以后呢 在家里面燃烧起来然后呢就是往楼上烧啦 那么也就是呢作为居民家里面如果用电不剩导致了个别的火灾这种发生呢 是你难以避免的 问题就是任何时候发生的火灾都应当让所有人员都有逃生的通道 包括你自己在家里面不慎把火点灶了 如果你没有灭火的能力你也应该先逃生 完了以后呢打电话让消防车由消防部门来紧急灭火 但是呢整个小区呢出入口全部被铁皮焊死了 消防车根本就进不去 最终消防员光拆铁皮就拆了三个多小时啊 你想看三个多小时烧下来了 还有几个人能活得出来啊 最终就是过火的这几层楼 我们从一张图片上可以看到 大致有五六层楼是全部嘛全部烧毁 那么在他这个顶上还有两三层楼呢也都过了火 也就是在目前官方统计就是死了十个人 那么在这个烧的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在呼救啊 问题是呼救没有用啊 很多朋友都用视频在直播着 大家都看着那些呼救的人被直播 然后就烧死了 也就是看着他们就被烧死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没有办法抢救他们 为什么没有办法抢救他们 楼道全部汗死了嘛 就是他们自身没有办法往外逃生 而消防人员进不来 因为那么到处都是铁皮 这些铁皮要把它拆下来 消防队拆了三个多小时啊 因此来讲非常非常的惨 你看到呢 这个火在现场呢 大量的死亡的这些尸首啊 它有的很多并不是完全烧死的 因为一个大火它产生以后 很多死亡的人都是因为烟熏 然后导致的窒息呛死的 被那个烟暗活活呛死的 所以说你看到这张图片上 有这么多过火的楼层 那也就是很多住在这个楼里面的居民 他们一个也别想逃生啊 你说这个时间不一定在家 怎么不在家 楼都疯掉了 你不在家在哪 他们大门二门全部锁上 门外全部是铁皮焊死 所有的逃生门里面不仅仅是锁死 还用这个铁丝穿过那个防盗门啊 把它一层层的绕死 也就是如果人在里面 你怎么样也打不开 你有专用工具 你从外面打开 你都相当费事 所以为什么讲消防队 他用三个多小时 才把这个铁皮打开 才把这个铁门打开 才把那些幸存者救出来的 那么这个是谁导致的呢 是谁敢有这么大的权力 把整个一个楼 把它完全封死呢 把消防通道堵死呢 把大门焊死呢 把大门外面全部用铁皮 把它当死呢 这不都是当地基层政府 他们野蛮操作嘛 也就是事发的时候通过很多求救信息 我们都可以看到 事发很多被困人员不断地发出各种求救信息啊 但是政府的管理人员在干什么 他们用大喇叭对人家这个楼道里喊话 用微信上面给他们去发各种微信通知 要求所有人你们就待在家里面 不要出来 不要出声 你们用毛巾捂住口臂 但人家顺乎讲 连呼吸都没办法呼吸了 怎么捂住口臂啊 再说不出来不出来 不就在家里面 或或等着被烧死吗 因为火眼看要烧到自己家里面来了嘛 但是小区的单元门被锁 有一部分人逃生逃到下一个楼道 下一个单元时候 看到那个单元门锁了 人根本就出不去啊 加上很多铁丝把防盗门全部都绕死了 而且是从外面绕死 你从里面的人 你怎么能打开 你怎么逃生呢 按照国家的消防法规定 封闭消防通道是严重违法 导致死亡是严重犯罪 你如果你自己在外面想开个饭店了 开个酒吧了 你搞个卡拉OK了 我告诉你讲 你装修时候 你有任何一个消防通道不合格 你都不会得到 消防的批准你都开不了业 你的所有消防通道 消防路口 全部消防检查者 要完全无死角 要完全通常 要任何一个门都可以随意的 可以打开 让人们如果一旦发生大火 大家可以随时都逃生了 也就是说你自己如何想开个店 消防部门 你求爹爹告奶奶 你很多消防你是通过不了的 他们严格的很难 他们所谓的严格就是你送钱万 钱送到位了以后 你即使消防不合格 也给你准于开业的话 但是呢 他们底层政府 他们在管理老百姓时候 他们就丝毫不考虑 国家的消防通道流着是干什么的 他们可以把所有的消防通道全部堵死 把所有的消防门都把它锁死 把你家里面的出入门的大门把你焊死 把小区单元门大铁门也给你焊死 外面再给你架上铁皮 可以讲你插翅难逃 别说是你在里面 就是外面人想打开这些门 想冲破这些铁皮都进不去 消防队三个小时进不去 不就是铁力吗 所以说谁给这些基层政府这种权利呢 实际上这就是习近平给他们的权利 习近平搞动态清零 他就是对各级政府下达了 你必须给我封城 你必须给我封闭小区 你必须把老百姓给我锁死在家里面 而中共的这些基层政府 基本上现在可以讲 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这种底层的基层政府啊 基本上都是被当地的流氓 恶霸和黑社会所把持 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人啊 党支部书记就是当地最大的黑老大 就是当地最大的恶霸 这些人都被共产党培养成为基层干部 让他们来管理基层 这些人就用黑社会用流氓的手法 也就是共产党最喜欢用底层护害 用基层违法 就是纵容基层违法 基层那些官员他们难道不知道 把消防通道堵死是违法的吗 但是上级有命令啊 现在要把人封在家里面 我只要完成了上级的命令 把人封在家里面 消防通道堵死 如果一旦发生大火烧死 那就算你们倒霉 因为不是天天发大火的吗 如果没有发生大火 那么最终我就完成了上级的任务 把你们锁死在家里面 就锁死在家里面嘛 至于在家里面逼得走投无路 你跳楼 跳楼是你自己自杀 你是自觉与人民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呢 中共呢 它就是纵容基层和底层政府 纵容他们违法 纵容他们底层互害 纵容他们完全就是什么 运用共产党给的这种专制的权利 然后最终不顾国家的法律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只要完成上级的任务就行 我们要求你不就是把人困在家里面嘛 所以他们为了把人困在家里面 他们的手段是极端残忍的 他们把你家里面 不仅仅是大门贴上风条啊 他们甚至把楼道所有的地方 都从外面给你锁死 也就是你本人除了什么 他社区给你送点菜的时候 可以把人派到你家门口给你拿点菜 趁下来你根本就走不出楼道 走不出你的单元大门 更别说你出小区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是达到了封闭你的目的 但是这个小区是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天灾人祸的 如果有火灾有大水漫下来 最终就是什么 最终你在家里面就等着死 乌鲁木齐的大火就是最典型这样的案例 正是因为这个小区把所有人都困在家里面 任何人都被你们被铁皮铁丝网铁门锁住出不来 消防车进不来 最后他们解释什么 说是一部分祝福把汽车停在这个公共通道上 消防车开不进来 这些车为什么会停在公共通道上 因为这些车很多车是电动车 他们因为长时间被困在家里面都是封城嘛 动态清零嘛 被困在家里面怎么去加电啊 怎么去给自己的车送电啊 那么这个车它根本不充电情况下 它就挪动不了嘛 那么挪动不了最终就是交通要道已经有所堵塞 而消防车过来的时候 由于基层政府它本身设置的层层障碍 他们是防止人逃出来 那么防止人逃出来也等于防止了消防车进去啊 最终消防车不就是三个多小时进不去 进不去不就是看到很多人 在直播过程中活活被烧死嘛 这种惨剧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 只有习近平搞的这种野蛮的动态清零 才会在全国各大城市里面不断制造这样的惨祸 这样的人祸 这样的悲剧 所以说乌鲁木齐这场大火可以这样讲 烧死的都是普通的百姓 而共产党这些草剑人命的官员 他们一个个呢给自己找出很多理由来解释 也就是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是敢于执法犯法的 敢于践踏法律的 这就是习近平口口声声的依法治国 他的依法治国就是让底层政府呢 加剧他们的野蛮的黑社会的管理方法 最终形成了底层误害嘛 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大的事故 不就是把基层的那几个阿爸的什么基层的直播书记呢 社区的书记大队的书记 把这些人拉去枪毙就完了嘛 所以说呢党国他是让基层去作害 完了以后出了事以后呢 他们又就替罪羊 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呢 他们只要完成了上面的任务就升官了 李强就是这么干的 最终李强就当了国务院总理 蔡奇也是这么干的 蔡奇就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就是他们对人民镇压的越野蛮 动用的手段越残酷 底层政府对民众残害的这个程度越激烈 最终呢 最终他们越来越升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官员 都从蔡奇和李强升官的这件事 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找到自己上升的途径 也就是对人民只有残害的最狠的人 你才可以得到升官发财 在现场因为被燃烧了很长时间 大量被困的这些住户都不断的对外呼救 很多人通过手机发布各种朋友圈 发布各种求救信息啊 打当地的消防的电话 打当地市政府的电话 但是呢消防车呢 它就几个小时都不能开展有效救援 最后被中共把这个原因解释成什么 解释成说是我们要统一口径 是因为你们大量用户是你们的责任 是你们的电动车导致了道路受阻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把消防车开进去嘛 而这些电动车即使是受阻 电动车也是因为很多天没有充电 由于长期缺乏电力 很多车挪动不了导致的堵路 而这些车为什么挪动不了呢 是因为这个小区已经被封闭时间很长了 整个全楼的居民被封闭在家里面 人家都不准下楼人家到哪里去挪动他的电动车 还有一部分已经被他们隔离到方舱里面去了 也就是人是被你们强行拖走的 他的车子都可能是没来得及卸火就被你拽走了 他怎么去挪动车子啊 所以说呢消防车进不来 共产党把他解释是你们坐过的电动车挡着路 实际上是他们设置了各种路障 他们设置了各种铁皮铁丝瓦 他们自己的这个野蛮的动态清零政策导致了小区 最终发生了火灾以后 消防车根本没有办法救援 而这种封闭小区封闭整个单元楼的现象 大田们用电焊机焊死的这种做法 又不是你乌鲁木齐一家 全国几乎所有封城的城市 几乎所有隔离的酒店 他们都是这么去干的 有一个现在居住在海外的住者 他是看到了乌鲁木齐火灾的这个评论 他在这个评论新闻下面 他发布了他自己的评论 他说他上次回国被隔离住进酒店 整个酒店所有的通道都是毒死的 所有的消防通道都是锁起来的 窗户全部是锁死都是打不开的 他说当时这个酒店里面住了五百多人 他是非常非常担忧的 一旦如果发生火灾 这五百多个人一个人也跑不掉 没有一个人的生还 因为所有的窗户是封闭的 所有的楼道是锁死的 所有的消防通道都是堵死的 电梯门是根本轮不到你打开的 只有外面的人 他们有权利开启这个电梯 刷卡才可以进入 里面任何人你在这个里面就等着死 如果大火来你就等着烧死 这还是星际宾馆 那么其他的你说这些居民小区 尤其是大城市里面那种老小区 老的居民小区 它根本本身就是消防设施就很差的 楼道里面就非常拥挤的 这种老小区 你如果把单元门大铁门一焊 几乎这个所有里面的人就别想出来 加上如果是高层的话 那高层你除了跳楼里没别的办法 有可能你窗户如果被封死了 你楼也跳不了啊 所以在整个乌鲁木齐这次现场 我们最多关注到的都是什么 都是当地野蛮的清零政策导致的封闭 导致这些小区的堵塞消防通道 然后在大火发生的时候 让大家没有逃生的机会嘛 而现场这么大事出了以后 共产党在干什么呢政府在干什么呢 除了编造谎言统一要求大家 一律把这个火灾的原因把它说成是这个电动车堵路 所以消防人说不来 其次是吧 其次马上乌鲁木齐有关的部门啊 马上就出现了这种屏蔽车 停在这个小区火灾现场的附近 也就是让很多居民流的那些信乘人员啊 你们所发布的各种朋友圈内容 你们发不出去 发出来的内容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到 微信上早就有这个功能啊 也就是你发一个朋友圈你沾沾自喜 你任我这个朋友连发了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没有一个人能看到就是你自己看到 微博也是这样 你发的微博就你自己一个人能看到 你认为我微博发出去了 你点击看这个微博还在 但是呢就没有一个点赞也没有一个评论 这个微博实际上只有你一个人看得到 这就是共产党专门干的这个在互联网上 做的这种作恶的手段 马化腾这个家伙我不讲嘛 拿去枪毙十次都应该 所以说呢在现场很多人他没有办法 把自己这些真相传播出去 当然有大胆的敢于介入真相的人 其中就有一个苏姓女子 她揭露了真相 在她自己的微信群里面 她就发布了该火灾现场的死亡人数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被传出来了 传出来以后 然后这个姓苏的这个女的呢 就被乌鲁木齐的公安部门 那么立马就找到她把她拘留了 以她发布不实死亡人数为理由 然后拘留到十天 也就是所有共产党他这时候想到 不是怎么去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 不是去总结这个严重的后灾 是什么样的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损失 而是马上去抓捕那些所谓什么 所谓记录真相的人 马上去屏蔽现场所有能够把现场正式情况 传到外面的这些普通民众 也就是共产党马上采取就是方明之口 胜于防船啊 防住老百姓揭露真相 然后对所有敢于揭露真相的人就抓捕拘留 这就是党国在现场马上干的事嘛 那么除了在现场对当地的居民 对当地所有的幸存者对他们封闭 要求他们不准去谈论整个火灾的现象 然后把所有的责任赖到那个消防通道 上面有电动车阻挡之上 其次什么 其次在全国的舆论上就转移风向嘛 你看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今天都在报道 说是吴亦凡判了13年 好像这把大火就是吴亦凡点着的一样 你看看所有的新闻报道 新华社也好 人民日报也好 半月谈也好 中央政法委的什么长安建也好 北京青年报也好 写的全部都是吴亦凡被判了13年 而且还热烈地讨论附加行事驱逐出境 那么这个驱逐出境有没有可能是现在就驱逐出境 这样就可以不坐牢了嘛 还是说要把他13年刑满以后 做完刑以后 然后再驱逐出境呢 并且很多报纸上不断地找出各种例子来讨论啊 就是讨论当年孟晚特被抓以后 我们不是也抓了两个加拿大人吗 就是斯巴夫和康明凯嘛 斯巴夫和康明凯当时判了十几年 不也是最终就可以提前的驱逐出境吗 那吴亦凡现在虽然是在中国广州出生的 但是他早就入籍加拿大了 他是加拿大公民啊 那么作为外国公民有驱逐出境这么一条 那么很可能就是不一定把刑复完了啊 也总是直接刑都不用复 现在就驱逐出境 还有一个是复刑复的一半 我们就驱逐出境 他们马上就在讨论吴亦凡这件事 就是让你感觉到乌鲁木齐这把大火就是吴亦凡点的 现在我们就要找吴亦凡算长 也就是马上就带动风枪让任何人都淡化乌鲁木齐大火的事 淡化当地政府野蛮事情动态清零 给当地民众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淡化乌鲁木齐这把大火 它这个人祸导致的动态清零给人民增添的新的一笔血债嘛 每次中共发生各种天灾人活之后 尤其发生大的那种灾难 什么矿暗啦 铁路出轨啦 郑州大水啦 武汉疫情啦 包括这次新疆大火啦 每次发生这些灾难之后 总有人站出来为共产党洗地 总有人在现场找出各种理由 认为当地居民是你们的不当 是你们的这些电动车 你们床机不充电 你们的车阻挡了消防通道 是你们当时没有配合当地政府进行紧急自救 叫你们呆在家里面别喊别叫 你们不捂住口臂 你们去喊叫 那咽吸到嘴巴里面 当然会被呛死啦 所以说呢 有很多人都为党国洗地 这些人呢 当然是很可耻的五毛 还有都是共产党御用的各种打手 他们去扰乱是非 然后他们去带动风向的 其实无论是党国的高官 还是那些所谓的五毛 为共产党洗地的五毛 你们和这些所有被烧死的人 大家都是住在同一个楼上 你们和所有中国14亿老百姓被共产党统治的人 通通都被共产党困在这个牢笼里面 我们其实都住在这种楼上 不自由而且穷着 并且还被共产党的锁链锁着 也就是这把大火虽然没烧到你头上 但是我告诉你讲 只要你在共产党统治之下 总有一天共产党这个无产党统治专门铁拳会打到你的头上 虽然你不断的为党国铁拳打击所赞美 你不断的为它点赞 说铁拳打得好 但是你要知道铁拳有一天一定会打到你头上 无论是哪种原因 因为共产党从来就不会考虑 事故之后怎么吸取教训 怎么杜绝下一次不再发生呢? 因为在天大的事故都是嘛 都是你们的错 党国永远没有错 新疆又不是第一次发生大火 新疆上一次克拉玛一大火烧了这么几十年 大家要忘记了吗? 克拉玛一大火在全球可以讲被定位为全球主要的重大的这个群体群发事件 克拉玛一大火是百分之百的人为导致的 当年的克拉玛一大火是那个新疆一个石油管理局什么培训中心的书记 克拉玛一高喊了一声让领导先走 他这个让领导先走这句话 喊了几十年话音一直没有落啊 但是共产党去总结过教训嘛 那次克拉玛一大火向领导头汇报远处的大中小学的学生 多少人被烧死啊 现场死难者三百多人里面全部是中小学生啊 撑下来死的都是一些家长 是一些老师 官员们全部跑掉了 没有一个官员被烧死啊 克拉玛一本地的官员全部生还 三个市局的领导还有十七个教委委员 全部跑掉 一点也没有死啊 喊着孩子们都不要动 让领导先走的是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的党委副书记叫邝丽 这个女人她自己跑到卫生间把卫生间门反锁 不让别的学生也跑进卫生间可以逃命 最终她本人得到了逃生 虽然党国后来判了她四年 但是四年之后她很得意啊 出狱以后很快党国又给她安排到保险公司当经理 而且很快又重新把她又入了党 也就是党国的这些官员在关键时候都是让你们人民先去死 你们要让领导先走 让领导先活着 领导活着以后领导也不担什么责任 即使是让她担了一点小责 但是她回来以后 党国仍然给她一个保险公司经理做做 仍然能可以给她从今入党 也就是说克拉玛一大火的教训 你觉得新疆吸取了吗 当时对克拉玛一大火 她事故调查以后给出的第一条这个事故原因就是安全疏散门全部上锁关闭 全部加了铁扇栏 全部加了推拉门 严重违反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的规定 也就是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 必须保持所有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同无阻 当时你把所有的这些疏散通道全部堵死 全部装了这个防盗门 你究竟是准备防止外面人跑进来 还是防止里面人到关键时候不能逃生啊 而今天这个乌鲁摩西这大火 它所有的这个事故原因跟上一次克拉玛一大火有区别吗 不都是安全通道被堵死 消防通道被你们人为的堵死以后 让人们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没有办法逃生吗 也就是这一次火灾发生之后 起火的那家第一家人他就开始在阳台上呼救 就开始把起火的这个信息向整个小区向社会发布了 大家都看到了 在这个时候如果消防通道是顺畅的 那所有人都跑出来了 包括这个起火的这家人全部也都跑掉了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出来大门给锁死了 铁丝把你们家里面绕死了 他呼救是希望有人到他家里面能打开他们家的铁丝能把它放出来 这时候每家每户听到呼救的都希望自己能逃生嘛 但是没有一个人逃得掉 因为什么 你们家里面的大门外面全部被锁死嘛 你根本就出不来嘛 你想救别人也救不了 你连救自己都救不了 你能救谁呢 所以呢 最终就是导致了这么大的一个火灾事故 然后就看着它烧 一直往上烧了五六成以后 烧了三个多小时以后 把这所有人都烧死以后 最终什么 最终这个火被消防人员扑灭了 也就是等了三个多小时啊 三个多小时多少条人命没有了 为什么消防通道到关键时候打不开呢 那个锁消防通道那些人在哪里呢 他们全部跑的人影也没有了 他们当年把这个消防通道上锁 把它锁死 把它焊死之后 就从来没想过他们要把它打开的 也就是你们这些人死就死在里面嘛 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哪天不死人啊 所以习近平野蛮的动态清零 就是把中国人民不断地什么 不断地人为制造他们的死难 死的人越多 当地的官员你立的功越大 也就是对习近平的忠诚越大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你要表示你忠诚 你就要在当地残害百姓 你只有把百姓憋着走投无路家破人亡 让他们死悄悄 习近平才会给你升官放财 这就是共产党的立陶材 党国领导下现在中国人民就是这种水深火热 所以你从小读共产党的课本 懂得说什么美帝国主义水深火热 台湾人民水深火热 共产党统治水深火热 我告诉你啊 你从来没见过哪个地方有水深火热 而你今天就生活在水深火热 到郑州发那个大水所有人困在车厢之后 你还没有体会到水深 到这次乌鲁木齐大火热 那个大火在你旁边汹汹燃烧 到你打不开消防门之后 你还体现不到火热 我真不知道中文里面定义水深火热 用什么实际案例来体现水深火热 这不是最典型最活生生的共产党统治家的水深火热最典型的案例吗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